大家好,我是开心菜菜 我是开心菜菜的朋友 我是开心菜菜的铁杆粉丝李小云 我是开心菜菜的粉丝开心弯弯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旅游景点 它就是佛山比较有名的南风骨灶 南风骨灶呢它有两条笼灶 一条叫高灶,一条叫南风骨灶 其实呢这里原来呢有100多条笼灶 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这两条 并且呢还在使用当中 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呢 它也需要烧那种柴火 保持一定的温度 一条笼灶呢烧着出来的成品 成功率大约在60%左右 以前人们为了烧出一只极品 专门烧了一尊火的新菌出来败迹 从侧面呢可以看到南风骨灶的全貌 这个砖叫什么砖啊 这边呢是红砂颜值 这些地基呢其实是比我们的龙瑶 更悠久的一个部分 龙瑶有一个奇迹 大榕树竟然能忍受1300度的高温 存活了几百年 并且还长在墙缝里 被人称为神树 路过的时候摸一摸它 能交上好运气呢 以前林家庭是以前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的 然后他进门他会有第二道门 这道第二道门呢叫做中门 以前呢中门呢如果说就是只有特殊的日子 就到贵宾来的时候才会打开 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做中门大开 走在这条小巷子里面 每家每户呢 门上都挂着灯笼 大大小小的 非常的喜庆 很符合现在即将要过年的这个气氛 南风古照有很多有意识的小店和巷子 非常富有文艺气息 在巷子里随意的走一走 拍一拍照片 时间可是过得很快哦